對於心理學的價值並不瞭解 對吧 所以 對於心理學的資源 包括我現在看到就是 全國各大專院校有的心理所 其實私資還有資源其實是不夠的 我相信這大家都瞭解 而且就是像剛剛那 你是提的那個數字 那其實都可以很充分 就是說我們的 對於心理學的資源還有心理學的尊重 是程度上面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 是包括其他全台灣的國人 他們是不了解而且不足夠 那既然不足夠的話 他們第一個想到我有病了之後 他第一個去找的一定是精神科醫師 不會是去找心理師 也不會去找心理師 心理專業人員做諮詢或是做理解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方向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我相信集合就是 各位就是所有跟心理學有關係的專業人士 是做心理學推廣 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從教育上面來說 可以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這樣就可以不用再像之前 因為穿的跟政界很像的一個自閉而發生的那種情況 那個更讓我覺得台灣對於心理學的知識的了解是有嚴重不足的 而不是只有我們像今天這一個場合裡面 我相信都已經是跟大多數人都是跟心理學有關係的 所以主辦單位說希望可以跟心理學相關的人來看模像這一次應該是失敗的 對那應該模像主辦單位可以多檢討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我們自己就是包括大學生 如果可以用多元化的方式來進行大學生畢業之後的一些出入 像例如說分級的一些工作制度 甚至往後在認證方面也是用多元化 而不是只有單一考試制度的話 我相信會比較好 而不是說大學生畢業之後只能夠走研究所 研究所出來之後再考不考 那其實我知道房間也有很多 像例如說精油的方向治療師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不一定是用我們大學裡面 學到專業的一些心理治療的方式 其實那個在國外我相信也開始慢慢波波發展 因為我相信東元的方式對於不一樣的人是有效的 那我想其實如果是用多元化的方式來做分級上面的工作制度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一個可行的工作 因為畢竟心理學都跟人有關 那世界上那麼多人 我們一定不怕怎麼都能做 對那我大概就意見是這樣 謝謝 呃大家好 那我先說一下就是 就是其實我還蠻同意剛剛就是指揮發言者的意見 就是我要先說個小故事就是我自己覺得很感慨 就是我其實一直有在參與社會運動 然後我今年去參與就是五一勞動遊行的時候 我拿的牌子叫做真 真真真真假波穴真實寫牌子 然後走在路上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看到心理師就是也有自己的訴求 他們的訴求既然就是反下修 也沒有去針對他們其實在工作場域上 其實就是不 就是不為一勞業所無償工作的一個問題 然後反而是我這個 呃沒有他們權力那麼高的人 在幫他們爭取權益 這讓我覺得就是有點感慨 就是一個對於勞動條件 呃在這個社群內部居然是用這種 把自己高教化而不是使用一種 就是比較有勞工階層的抗承方式 來抵抗過去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有點吊滾 那我要說的是其實 呃 我很想要知道就是十年前就是 心理師法剛通過那陣子 到底那些輔導工作者 或是那些心理工作者 對於這樣子的證照度 對於這樣子的證照度 他們到底怎麼想 他們到底是一個趨於無奈的想法 說我必須 我非常無奈的必須要考這個證照 我才會被貼上這樣子一個專業標籤 還是說他們其實 並不想要考這樣的證照 或者是說他們其實 真的很認為說 就是研究所就是一條 精進自我的道路 我覺得不是 因為他們有些人 其實已經在食物 在校園 在臨床檢定工作很多年了 對所以我覺得說就是 今天在這個場合上 呃 我很想要 我很想要知道 就是到底那些十年前 心理師法剛通過的人 為什麼他們會想要考研究所 那再來的話 我會覺得說 就是現在考試主席也非常僵化 那 痾 會倒是一個問題 就是像 我們在大學會學到 就是有些取向的治療 他們其實非常強調 就是統強這件的關係 就是 比方說女性主義治療 他們就很強調姐妹情侶這種東西 那這種治療關係 就會跟個案建立一種 無形中的親密關係 那這樣的親密關係 在現在的就是專業規範的底下 它就變成一種就是違反專業能力的東西 就是你跟個案建立的重重關係 那這樣子的專業的證照化或是建制化 是不是也就是擠壓到了就是其他取向的諮商 那種扁平的那種形象 那 再來就是就是 我認為就是為什麼 我自己想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收到碩士 臨床心理師會想要收到碩士 其實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為了想要跟精神配勝一起理 為了想要跟他們有一樣的待遇 跟他們有一樣的薪資 可是 用這種方式來質疑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還是一樣就是 健保的資源還是分配在醫師身上 而不是經理師身上 就是 同工還是有很多不同 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就是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們用這種高教化 用這種提高分架的方式來解決 是不是沒有效果 那會不會 就算是我們收到博士 或是再收到博士後研究 是不是中就還是跟醫師一樣 同工不同酬 還是要被醫師練過 那我覺得 這種高教化的方式 並不是一個抵抗科學 或者抵抗就是 同工同酬的一種方式 而是 像剛剛 就是講者所說的 就是我們 有沒有另外一種 就是組織工會 或是 團結起來 就是抵抗就是我們的 脂肪的一種 體態這樣子 那 最後我要說 就是 就是我們到底需要保障誰 就是在這波運動當中 我們最常聽到的 就是我們要保障人民的心理健康 可是 到底 我們人民需要什麼樣的心理健康 你們有聽了嗎 就是 我們為什麼只有一種心理的專業 叫做 符合我的心理健康需求 就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又是 現在房間有很多人 就是在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像是愛情之商事 那我想問的是 他有他自己的信眾 他有人相信他 他可以收到 那個愛情之商事的收出的時候 為什麼他就不是個專業 那就是我要提出的 一些想法跟意見這樣子 我想 剛剛最後這句話 就是說 這實際上 最後一定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專業 其實 不要講經由 他們自己有他們的認證 不要講說 或者是愛情之商 或者是擔心 或者是算命 他們 這些都是助人的方式 或者是當地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 站在林王心理師的角色 我從來沒有想去反對這些方式 這世界上 有各式各樣的助人的方式 然後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我們只能規範 我們這個專業社群裡面 因為我覺得都沒有不一樣 就是 最初是一人在做 然後全人在做 最后很多人在做 然後大家只能做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去介紹 你是誰 然後跟別人不一樣 OK 所以我們就用心理學 我們用心理學做這些事情 我們心理學 民藏健師 或是當地人生的國 我們要三天都可以去學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訓練 我們不敢去規範別人 我們也沒有想要去規範別人 醫生是醫生 沾心是沾心 然後放謠是放謠 其實 我想那個部分是他們 就是我們 這樣 這位男師提了很多問題都很重要 第一個是 有關於心理師法 過十多年 這些做福島的人 他們是怎麼樣 其實心理師法第42條 基本是開放的是 沒有心理師 你只要說 你不是做心理諮商 不是做心理治療 你通通可以做 可以做 OK 通通可以做 只是不要畫這個名就好了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坊間很多 不管是特考沒有考上 後來決定 或是不考的 還是在做 OK 第二點是 有關於 要定措施呢 是不是 是不是要 錢跟醫生一樣多 據我的知道 當時的價值理念 不是這樣子 因為理念什麼 不保障你多少錢嘛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可以思考的是 就是 因為臨床心理師 在醫院太久了 某種程度 我不是批評黃老師 我是知道 我遇過的很多 在醫院久的人 已經被醫院經過化了 所以他們的思考 因為他們一直是要 遵照醫主的嘛 這個一直都是這樣 可是醫主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精神科醫師 沒有什麼人 受過太好的心理治療 所以衛福部帶頭違法 讓沒有專業的人 說他可以去保 他來決定 誰要做心理治療 誰要做心理治療 前一陣子在跟很多的心理 心理師 那個精神科學界 大老們在討論 他說有啊 我們有兩百小時 什麼什麼心理治療 但是有沒有做 大概都不知道 然後現在很多的 年輕精神科醫師呢 都很想做心理治療 但是不想學心理治療 所以我想真的是 整個政策上 整個醫療 為什麼醫生掌握這麼多 因為我們的法律 給他這麼多的權力 那這個都是我們 需要再繼續進一步 去爭取的 我忘了你最後一點 我先給別人講 抱歉 您那天剛剛很多 我想要 因為今天起已經前差不多 那 如果說有任何 證詞 或是尤其是一般 其他學科的 有沒有人想要發問意見 我可以回答他一件事情 大家沒辦法回答 十年前 那件事情 好 心理司法十年前 在立法院通過的時候 叫做包裹表決 你們知不知道 要通過那一天 其實當初 積極推法的那些大佬 大佬們 基本上都希望那一個會 不要用 因為 不要用 因為他們也發覺 心理司法有很多問題 所以在那天晚上 基本上立法院 是拼業績 包裹表決過的 第二點 你可以去看 心理學界當初 推行過的大佬 特別是智商界 很多人沒有去考證照 他們認為這個法定制度 基本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寧願不考 但是受限於人際關係 他們不好出來公開說 第三個 很多心理輔導 當初的專業人員 基本上是被逼著去考試的 回答你的問題 謝謝 我們大家感謝 我們直接拉回來好不好 就是 現在我們最後的最後 就是我們今天再次感謝 包心理師還有 林心理師 今天因為過來 跟我們聊聊這部分 那其實 主辦單位今天 本季的全部活動都結束了 那也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我們前面幾場 遇到的都是一些 OK我們支持不要下丘的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福大 最希望就是能夠遇到這些 真的 覺得說我們要有大學選定 就可以做心理師的工作 我們今天很開心 大家能夠過來 尤其是感謝王先生 今天可以過來把我們傳載 然後跟我們溝通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整個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組織 未來可能會有一些 進一步的活動 例如組讀書會 或是怎麼樣 那希望請大家可以回去 穩超龍粉絲團 或者今天進步的工作 那等一下留下來 如果想要有些問題 可以跟大家討論 請大家留下來 那今天謝謝大家 那問就麻煩請跟我們回收 給我們的美麗小姐 謝謝大家